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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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分别是每月的10号和15号 而地点则是在各个城市的舞者协会 烟北市小城市 只能考一级证 但对我来说 正好 一一证考核第一项 报名 需要用到测试舞者的WZ测试仪 造价昂贵 只有舞者协会才有配置 心脉活跃度 肌肉密度 骨骼强度 原力波动 各项指标都达到了炼体三重的标准线以上 沈大哥 怎么样了 报名一下 只要无犯罪履历 无重打疾病 以及达到炼体三重就够了 很简单的 光是炼体三重就很难了 这个社会上还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占多数 是不是15号来这参加试考 过了就可以拿一一证啊 不错 到时协会会指派一个同样炼体三重的考官来和我过招 全程录像 坚持三十招就能拿到证书 沈大哥 怎么了 没什么 之前梁明提过游三爷在燕北舞者协会有关系吧 我差点忘了 怎么样 吃惯了大酒店 这儿的味道还不错吧 的确 这样的小摊子吃得反而更过瘾 不过我也只会给沈少你面子来这吃 沈少啊 你早就该听我的话 让我的人接管三型公司 现在看吧 被张希那王八蛋祸害了 差点没把你给牵连进来 什么事 说 沈钱 他哪来资格 不可能 你确定没看错 好 知道了 怎么了 我的一个下属在武协看见了沈钱 查了一下协会里的资料 发现这小子竟然参加了医医症的考试 还通过了报名 这不可能 确实很神奇啊 前些日子这个沈钱 连军体权都还没入门 就是飞也不可能怎么快就练体三重 的确 正常人再怎么天才 也不可能这么快 除非 沈少 你放心 沈钱没那么容易拿到医医症 武者资格证的考核全程录像 我不好做什么 但会在规则允许内给他最大的压力 不管沈钱这么快到练体三重 是开了什么挂 还是吃了什么药 他一个厨 不可能有什么战斗经验 打法绝对不会强 我会在实战考核中狗他 那就麻烦黄哥了 不过 沈钱至少在军体权上是打法大成 黄哥还是要谨慎对待啊 军体权打法大成 没事 我派五痴无炼上场考核他 这个是我们武席的王牌 虽是练体三重 但是实战击败过练体四重的恐怖分子 沈钱再如何优秀 也绝过不了他这关 沈那哥 你一大早的唧唧唐唐的在干啥呢 要去一一正的实战考核了 你起得这么晚 到底你是保姆还是我是保姆啊 对不起啊 昨天看书看得太晚了 你可别扣工资啊 不对啊 不是十五号考核吗 今天十四号呀 你记错日子啦 三号选手出场 坚持招数 九招 本次实战考核失败 哼 一个只学练法不管打法 没有实战经验的练体三重 若不经风 也想拿一一正 竟然是无炼 这可是五痴啊 怎么派他来当考核官啊 哎呀 大家都是为了拿证来的 一般的考核官只要不是太差 都会放水让你过的 但是这个五痴可不会手下留情 他可是最不怕得罪人的 而且五痴的会长和两位副会长 竟然都来亲自监考 今年的五痴考核也太阳了吧 一一正 我来了 十三号出场 坚持招数 十三招 本次实战考核失败 怎么回事 怎么目前就一个人通过了实战考核 这帮人基本都没啥实战经验 属于那种很虚的练体三重 让他们通过一一考核 是我的耻辱 可是通过的名额太少的话 我们这个月交给上面的报告会很难看哪 那是你的事 既然由我来担任考官 就不会让人混水摸鱼 哼 为了搞省钱 让这个五痴来当考官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跟这种死脑呆的 就没必要生气 生枝加薪的时候 卡他一下就可以了 沈钱 你怎么还不来 原来考核失在这儿 也太偏了吧 找了半天 来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人露痴 所以来晚了 这谁啊 那个 是沈钱来了吗 不是 是考核结束了 他不想要一一症了吗 唉 谁说雁北的考核更简单的 我特意从雁南赶过来 下次还是本地考吧 雁北的考核也太变态了 对呀 一一症可以跨省跨市考核 一般都是就近考核 我给忘了 给我动用协会的内部网络调查一下 附近几个城 有没有叫沈钱的报名实战考核 雁南市今天有个叫沈钱的报名 已经通过考核了 可不 沈大哥 你考的怎么样 我沈大少亲自出马 一个小小的实战考核 还不是手到擒来 已经通过了 一一症 一个月内制作 并核发 没想到沈大哥你起那么早 是为了赶到雁南市参加考核啊 哈 雁北的五邪和游三眼沆瀣一切 多半会做什么手脚搞我 五邪全国连考 我在哪里不能考呀 脑子进水才会跟他们应对 想搞我 论搞人 还是朕的功力更高一些 沈少 这次对不住了 没想到这小子来这么一周 没事 一一你不能太干预 已经尽力了 而且我叫老爷子 也知道他拿到一一症的事了 正打算将他接回沈家 他的身份马上就要不一样了 现在是我和他之间的斗争了 老黄啊 你就不用再谈和了 诸天卫面交易系统启动 这个可以变形成他人模样的机器人 除了神情代办也许 其他地方倒还真是一模一样 而且真的是有相当于 地球上炼体五重物者的实力 看来这次那个奸商 没有互动 两年前 我沈浩天不过是一个修炼废物 被抛弃的私生子 而同样没有修炼天赋的沈钱 却可以紧一御许 启成沈家庞大的家产 我有钱 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不过这一切 都在我突然成了修炼天才之后 迎来了逆转 不 准确的说 改变这一切的不是我 而是这个 猪天卫面交易系统 每个月的15号晚上 月亮最圆的时候 猪天卫面交易系统就会启动 连接到一个随机的卫面商人 进行交易 交易 是以物易物的形式 基于两个世界拥有的资源 大不相同的基础 黄金珠宝在他们眼里 有时候未必比得过一些辣椒 围棋之类的小玩意儿 当然 他们最喜欢的 还是我们世界特有的一些东西 比如气血丹药或者武学秘籍 在无数次的交易之中 我被骗过许多回 换到不少没用的东西 合作愉快 当然 也有骗到别人的时候 两年的交易中获得了不少好东西 有能改变身体素质的丹药 可以和他对打提升打法的草人 将敌人攻击削弱一半的符咒 能短时间增幅身体十倍力量的手表 以及可以瞬间传送一段距离的吊坠等等 不一而足 这些东西有的比较靠谱 有各种神奇的功效 而有的则 谁设计个这么大的钥匙充电桩啊 电话大师 充好电子就回来啊 这么小的凹槽 你给我配这么大把钥匙 还好一次插入 众生认出 直到下一次插入之前 他一直都是我的形状 进来 您找我 最近你那同父异母的哥哥 取得了疑症 我打算接他回来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既然是您的决定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很好 还有一件事 听说你开了几个老人 把沈刚沈阳等几个新妇 都安排进了公司了 而且最近公司经常有大笔的订单 刘相已经被查封的三星公司 安查亲信 私团公司采物 给我记住 只要我一天没死 身价一天就是我的 我给你 你才能拿 我不给你 你不能伸手 不 是我贪心了 我保证 没笑一次了 滚吧 给我记住 我现在可不止你一个成器的儿子了 我专门来 都会被人关注 我当初迟迟不能成为舞者 老头子担心我的安全嘛 对对对 这不 老爷一听到少爷成为了舞者 就立刻派我们来请你回家了 只是 我回去了 那沈浩天怎么办 自然是和少爷你公平竞争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伯伯 辛苦你跑一趟了 来 吃水果 少爷这是同意了 下个礼拜就是老爷的五十大寿 到时候老爷会亲自在寿宴上 宣布少爷您重回沈家的消息 放心吧 我一定会去的 那就好 话已经带到 我就先回去了 我送送你 你爹也太失利了吧 没有修炼天赋就把人赶出来 一见有了修炼天赋 又紧巴巴的上门请人回去 我那爹就是这种德行 豪门无亲情嘛 都说了 算 算 算 和谁交朋友都要算 谁让你和那些穷孩子一起玩的 那个老头子心中只有沈家 根本没有父子亲情这种东西的存在 不对 或许她的心中 也还有着一丝父子亲情的存在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沈家的少爷了 我会派人每个月 给你打一千块钱生活费 不至于饿死你 滚吧 只是这一次亲情很淡薄 相对于她全心全意装着的沈家大业 不值一提 总之 你那样的家 不回去了吧 回 为什么不回 可 可是 不回去的话 沈家那么多钱不都便宜别人了 死老头子 就是想让我回去和沈浩天斗 真不想回去 但那些家产与其便宜了沈浩天 还不如拿来给我课金呢 这老十字红酒一点也不够味 下回我带你们去喝白的 沈经理好酒量啊 恭喜沈刚兄弟 容声经理 不愧是浩天少爷的心腹 晋升就是快 一群人好歹也是商业精英 围着一个土包子拍马屁 也不想恶心 没办法 这次与会的都是和沈家 还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公司员工 或者家族子弟 沈浩天的马屁拍不到 只好走他了 而且 能成为沈浩天的心腹 你不会以为他真的是个土包子吧 人家眼睛好着呢 什么破领带记得这么紧 别送我了 张泽和李然那两个老家伙呀 早该下台了 泽叔和然叔 可是在沈家工作了二十年的老人 被沈浩天辞了吗 是啊 现在的沈家 就应该交给刚跟你这样的年轻才 这不是狗蛋吗 谁敢叫我小明 什么时候改名叫沈刚了 还升了经理 原来是沈前少爷 怎么 你有意见 不敢 少爷这么称呼 我怎么敢有意见呢 两年不见都升经理了 狗蛋啊 不是我看不起你 好吧我就是看不起你 就凭你也能当得了经理了 算了 拜拜 沈前不是已经被逐出沈家了吗 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还敢挑衅沈刚 听说沈前是被放出去历练啊 现在考取了意义证 终于要回归了 沈前有浩天少爷在 你想要沈家做你的美梦吧 感谢诸位 能赏脸参加沈某人的五十寿宴 不胜荣幸 还希望诸位能够玩的开心吃的开心 两年不见老头子变老了不少啊 这下真的变成老头子了 趁着这次机会 沈某人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我放在外面历练的孩子 前些日子考取了意义证 也是时候让他回来了 我的儿子沈前 过来吧 孩子 这会儿在众人面前装什么父慈子笑呢 现在我宣布 沈前正式回归沈家 消息竟然是真的 真的让沈前回归沈家了 沈氏集团之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几乎所有舞者都是高兴雇来的 不像梁氏集团以武传家 现在看来很快就能弥补 沈前和沈浩天两大天才联手 沈家的崛起不可阻挡了 可是一山不容二虎 谁来当沈家的继承人呢 请各位安静一下 我知道 各位都在猜测继承人的问题 我在这儿啊 还请诸位做个见证 他们两人会公平竞争 谁先竞生雪随净 谁就是沈家的下任继承人 沈老爷子当着我们的面旋 是要我们在两位少爷间 选一个战队吗 这有什么可强的 浩天少爷早已经掌握了沈氏集团 原沈钱不是找死吗 大家都不看好沈钱 如果这个时候在沈钱身上赌一把 赌赢了不是立刻飞黄腾达 是啊 那就提前祝贺你飞黄腾达了 是啊 这可是难得的潜力活 那你快去投靠沈钱吧 我开玩笑的 老头子在搞什么 真的要我和沈浩天搞竞争上岗吗 老头子宣布完消息后 就以身体不适为由 暂时休息去了 身体不适就不要在人面前抛头露面呢 不过以老头子死要面子的性格 待会儿服了药后 应该还是会装作一副无事的样子 出来验客吧 话说 刚刚老头子回房间 没看见吴伯在他旁边 到哪去了 有没有搞错 都这么不看好我 见了我跟见了温神一样 沈钱 可以聊聊吗 我没有什么好聊的 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 突然从一个废材变成了天才吗 同样 前些日子关注你的时候 你才刚刚突破炼体一重 你能用这么短的时间 晶升到炼体三重 我很好奇啊 你说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我们的聊天 所以特地绕过众人 来到这个偏僻的房间 可是从进房间开始 你就一直在说一些无关的话 如果你不想谈的话 我就走了 别那么急躁嘛 现在就开始进入正题 我很好奇 一个人怎么会突然间进步神速呢 会不会是这个人突然得到了什么东西啊 谁知道呢 哦 我倒是听说过有废柴捡到个戒指 里面有个老爷爷 大吼一声 默契少年穷 从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逆袭的 快去抓住凶手 沈钱这个畜生 什么声音 别想逃 沈浩天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钱在这里 沈钱你这畜生 竟敢把老爷给杀了 什么 老头子死了 究竟怎么回事 老头子怎么了 王老爷把你召回沈家 让你摆脱苦日子 没想到你居然对老爷怀恨在心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拳打死了老爷 可怜老爷一生纵横伤场 躲过无数万算 最后竟然死在自己的亲生儿子手上 老头子死了 出生 爸以前是把你赶出过沈家 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但是身为子女 有什么不能原谅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来是因为曾经被逐出过沈家 而怀恨在心的 沈家主看着挺和善的呀 是不是有什么难处才把他逐出沈家的 你指望一个师父的禽兽理解什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他们会说是我杀了老头子 我分明一直都在这里啊 他还让你回归沈家 他还吩咐我 就算你输给我 不能继承沈家 也要让我保你一生一时无忧 不 不对劲 是昊天今天的表现有些不对劲 可是 我现在脑子乱得很 不能再待下去了 不好 这房子的后面是池塘 不能让他们跑了 快打电话 叫人去外面守着 快逃吧 我特意选的这个房间 找借口将吴博他们支开 把你往那个方向打 就是为了让你逃跑 不好 沈钱要逃了 你一旦逃了 这里就是我说了算 你就真的是白口莫辩了 很好 沈钱 这一下你死定了 沈刚 你带人去追沈钱 沈阳 你派人去联系武协的黄天康长官 对付武者 武协的人比警察更管用 那少爷你呢 我 我去看看吧 少爷 人死不能复生 目前还需要你来主持大局 沈刚 你说全是财富 值得这么动人吗 值得他这样做 少爷 你不能这么消沉啊 沈钱这个畜生 还逍遥法外呢 是啊 我还没有将沈钱生之以法呢 爸他还没有定下继承人 原本我不应该当家做主的 但是 蛇无头不行 为了将沈钱这个杀人凶手抓住 还请诸位 暂且听我一些时日的号令 号令 嗯 我还没死呢 沈家什么时候 人到你发号失灵了 老爷没死 老爷没事 沈家老爷才活着 爸 让大家担心了 其实沈某人 早就预料到今天 会有一场刺杀 所以提前安排了替身 躲过一劫 哎呀 不愧是酒精风雨的沈家老爷子 老谋深算啊 竟然没死 老头子 怎么会突然醒来安排替身 可恶 爸 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差一天就让沈钱得手了 这个美尔朗 一定不会放过他 怎么回事 这个眼神 他不可能知道 是我白人刺杀他的呀 沈某人之所以能够躲过一劫 是因为有人提前告知 这个人 这个人 就是沈钱 刚才的杀手 不可能是沈钱 可是大家 分明看到沈钱他当着众人的面 我 我觉得 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这个事情不要再讨论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出幕后策划这一切的黑手 这个人 就在你们中间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自己站出来 我可以从轻发落 我替身的尸体在哪里 已经也是因我而死 让我送他一程 老爷 哦 不 他的遗体 现在暂时放在地下的酒窖里冷藏 我给你思考的时间 希望你 不要让我失望 不过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 还请各位待在这里 不要乱跑 否则 别怪沈某人 事后追究 老头子 老头子 虽然你是个无情的人 但终归对我 还有一丝微不足道的感情 我原以为你死了 我不会有什么反应 但是你真的死了 不知为什么 心里还是感觉有些 说不出的感觉 这种感觉 很压抑 你虽然不止我一个儿子 但是 我却只有你一个老子 沈浩天今晚的表现太奇怪了 这件事一定和他脱不了关系 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这件事就是沈浩天干的 不过 我需要证据吗 我不需要 我只要沈浩天死就够了 什么情况啊现在是 沈老爷子来了 爸 这件事肯定是沈浅干的呀 众母愧愧身下 难道还有假 你别被他给骗了 是啊 沈老爷子 我们这么多人亲眼看见 那沈浅身材高大 脸上又没个胡须 还是给拿个意义正的武者 谁能冒充他呀 事情啊就是这个样子的 沈老爷子呀 你还是放我们回去吧 统统给我出口 好 事情如何 沈某人心中有数 用我找你们指手画脚 好 沈浩天 你那个时候 在什么地方啊 我 我当时在楼上 所以我来不及 撒谎 我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没有珍惜 无用 放平 你们几个负责沈家的安保 现在才来 都干嘛去了 好天少爷说得到消息 会有敌对集团雇佣的武者来捣乱 我去附近查探去了 我试经少爷提点 保护几位提前离去的宾客离开了 老爷 我没有善离之手 是沈刚说他今天给我放假的 我被沈阳调去了都能看上 话说沈某人出事之后 第一个赶过来抓捕沈前的 就是你们两个吧 两位还真是忠心呢 拿人薪水 应该的 应该的 只可惜这忠心的对象 却不是我沈家 而是沈浩天吧 这也难怪 一出手就是两个副总的位置 我这儿子出手 可比我大方多了 爸 这都是误会啊 不要中了沈前的圈套啊 只要我们把他抓回来 肯定能够 可恶 愿因为四老头子一死 局面由我掌控之后 可以把锅栽在沈前头上 没人会在意这些小问题 抓回来好让你弄死吗 内子 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想要接受沈家 为此不惜弄死你兄弟 弄死你老子 竟然是沈浩天 不可能了嘛 沈老爷子都认定了 怎么不可能啊 没想到死老头子竟然没死 还回来主持大局了 那些小细节 都变成了大麻烦 爸 我不是 我没有 好天少爷 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前 你还是不要妄动为好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这件事还有很多的疑点 没证据说是我干的呀 证据 在沈家 我的话就是证据 我就是天 先打断他的四肢 伤着他逃跑 之后再慢慢调查 不行 我不是血随性的高手 我抵抗不了 不能留在这里了 最后一次传送功能 必须用掉了 怎么突然这么亮 眼睛这么开了 是谁放了闪光弹 先跑 给我回来 你抓住 刚刚怎么回事 人怎么消失的 怎么可能 不用 沈浩天呢 老爷 被他跑了 你堂堂血随镜的大高手 抓一个炼体镜的人竟然抓不住 你的气血感应呢 那个逆死能跑到哪去 在我的气血感应之下 房源千米都没沈浩天的踪迹 那个逆死能瞬间跑出一千米以上的距离 这是什么手段 莫非那家伙还能瞬间移动 行了 这件事暂时就这样 让大家守经了 方平 你留在这里安抚一下宾客 差不多就让他们散了吧 是老爷 不用 你跟我来 老爷 为了多家产 是父少兄 这个是什么好天啊 老爷 你待会儿通知一下警方 让他们发通缉令 这个逆死 一定要给我抓回来 如果反抗 当场击毙也可以 是 还有沈刚 沈阳那几个逆死的亲信 全都给我抓起来 好好审问 是 至于那个替身的尸体 先冷藏保存好 过些日子 我拿那个逆死的脑袋 为他陪葬 沈浩天身上 还有很多谜团 那个假王我的刺客是谁 难道 也修炼了无相神功 还有 他到底是怎么在无果眼皮子底下逃跑的 瞬间移动 隐身 他跑得仓促 去他房间看看 应该会有收获 房间应该没有整理过 肯定有重要信息 没来得及带走 看来就是这个了 4月14日 购买传送项链 拥有三次随机传送功能 缺点是无法准确定位 5月15日 购买各类符录100张 具备多种增益效果 7月13日 购买液态金属机器人 拥有变形功能 以及链体五重实力 拥有链体五重实力的变形机器人 难道 上老投资的就是这个机器人 可是 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沈浩天是从哪里买到的 这个诸天卫面交易系统 用起来很麻烦 城里的空气太差 月色不明显 导致信号不好 只好在江湾买了块地 诸天卫面交易系统 沈浩天这小子 既然也有系统 系统 系统 出来回答问题 这个世界除了你 还有别的系统 回答 本系统作为本世界唯一系统 已与宿主灵魂绑定 其他系统不属于本世界 在未正式接触前 本系统无法判定 甭管这个世界那个世界 你的意思是 还真有其他系统 回答 是的 我告诉你啊 除了主角有系统以外 其他配角也有系统 这幻小说里 是扑街设定啊 到底还有多少系统 你给我说个实话 回答 数量未知 其他系统不属于本世界 在未正式接触前 本系统无法判断 你们这些系统 到底是什么来历 背后 是不是有黑手在养骨 是不是 只要干掉其他系统的宿主 自身的系统 就能升级或者补权 最后这个世界 只剩下一个宿主 和一个全能的系统 最后这个系统 就出来把宿主夺射了 对不对 不吭声了 被我猜中了吧 回答 其他系统无法判断 本系统来历清白 十九年前 是世界本源感应到 异世界系统的存在 本系统即从宿主体内诞生而出 诞生既是完整 也不具备夺舍宿主的能力 诶 世界本源又是什么东西 若世界有意识 那意识即是世界本源 世间一切存在 皆从本源中诞生 大概懂了 我理一下思路啊 十九年前 也就是我出生的时候 有异世界的系统 来到我们的世界 被我们世界的本源察觉到了 然后他就赵猫画虎 山寨了一个课金系统出来 可是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我呢 回答 不知 或许只是随机事件 或许吧 哦 我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想知道 其他系统都有什么功能呢 比如被他山寨的那个 也能像我这样快速课金 学武功 还是说人家比你更高级 毕竟你只是个山寨品呢 回答 没有接触 无法判断其他系统的具体功能 本系统的诞生 仅参考异世界系统的法则概念 内核与其完全无关 并非单纯山寨 因为世界本源的压制 异世界系统无法解析本世界武学体系 无法做到本系统的功能 宿主请放心 本系统的功能是独一无二的 哼 不愧是我儿子 就是牛 怎么 不服 没有我哪有你啊 本源是你爸 我就是你爸 说正经事 沈浩天的那个珠天外面交易系统 你有详细信息吗 能不能追踪到他的位置 回答 没有 不能 还真干脆 客机系统这里 看来是得不到多少 关于沈浩天和他家系统的信息了 不过 郊外买了快递 有办法找到你了 老吴 把沈浩天的司机给我带过来 浩天少爷平时的日程 全都在这里了 其他的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再好好想想 他平时有没有什么 一个人要去的地方 那些明面上的房子 只有傻子 才会当成藏身之所吧 对了 浩天少爷每个月 都有几天会自己开车出去 油耗量很大 从来都不告诉我们他去哪儿了 不过有一次 浩天少爷开车回来 没有删除行车记录仪 我看了一下 是个 荒无人烟的郊外 荒无人烟的郊外 这棵工厂的地皮 是浩天少爷用集团名义下的 说储备以后开发 之后一直闲置着 今晚那月亮挺亮的 郊气的空气就是好 走 我们进去瞧瞧 老爷 连体径屋者的气血 瞒不过我的感应 这个工厂好像没人 就是这个门 看起来很奇怪 这门有古怪 挨了我一掌 竟然没有半点痕迹 想要进去 估计得破坏掉整个厂房才行 吴伯都打不开的话 很有可能是沈浩天 通过猪天外面交易系统 获得的一世界道具 你们几个先回去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老爷 可是 没事 我让你们回去就回去 这里肯定藏了一堆稀奇古怪的异味面物品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老爷 真不用我们留下来吗 不用了 给我留辆车 你们先回去 我要好好反思一下 为什么家门会出现这种逆子 对了 那个逆子还有个身份 是臭名昭著的尤三爷 和武邪的黄天康还有些勾结 你去处理这件事 可是万一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吴伯 将老爷一个人留在那里 真的没问题吗 随他去吧 好天少爷 干了这样大逆不道的事 老爷一定很伤心 老爷是个不会认输的男人 应该是在独自黯然神伤 不想让我们看见他软弱的一面吧 终于走了 沈浩天的秘密 当然还是要我一个人独享了 还是变回自己的样子自在 我推 果然是连血髓精都打不开的大门 够结实 这门开门 我是沈浩天 开门 果然没这么简单 不然这样 巴拉拉小魔仙 全身变 龙茂吻合 验证通过 哇 这么多宝贝 够我刻一段日子的筋了 哦 和平年代 沈浩天哪搞来这么多武器 这些就是沈浩天这些年 通过未免交易收集的宝贝 哇 居然还有福禄 我只在小说里看到过 好东西啊 不知道易未免的丹药 吃起来是什么效果 沈浩天你送给我这么多礼物 真是太大方了 我忘记关门了 这玩意儿跟我一模一样 难道就是液态金属机寄人 麻烦了 主人 你比预定的时间早回来一个小时 吓 吓死地了 差点忘了我现在是沈浩天的模样 电量还剩百分之三十四 主人 请允许我开始充电 你充 你充 哇塞 真的长得和我一模一样 竟然还需要充电 这玩意儿看起来不怎么好用呢 主人 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什么吩咐 这家伙好像挺智能的样子啊 你主人我戒性不太好 来来来 你跟我说说 最近我都吩咐你干了什么 还有 啊 还是便为我自己舒服一些 亏得这钥匙大 沈浩天不方便携带 留在了这儿 还有这个机器人 还处于人工智障的地步 只认脸 被我轻易地套出了认主的方法 把主人换绑成了我省钱 只是没想到 沈浩天竟然偷偷地摸回了燕北市 远程给这机器人 下了回工厂待命的指令 他大概再有半个小时左右 就会赶到这儿 嗯 现在打电话叫吴伯他们回来 还来得及 但如果让吴伯他们参与了这件事情 很多秘密就会暴露 罢了 富贵显中求 而且老头子虽然没有个爹的样子 但他的仇 还是得老子亲手来报 终于回来了 这个传送项链什么都好 就是传送目的地完全随机这一点 不大友善 幸亏没给我传送到地球的另一边 不然我根本回都回不来 可惜呀 这三次机会都被我用完了 容貌吻合 验证通过 嗯 变化大师已经回来了吗 很好 只要你们这些道具还在 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 果然是人工智政 虽然有炼体五重的实力 但实在太笨 连变回原型都不知道 给我变回原型 看见神前的样子我就不爽 诶 等等 我不回来开门 这机器人怎么跑进来充电的 你发什么疯 锁定了 启动追踪导弹爆炸攻击 啊 哼 哼 啊 呃 sf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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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 又坏我一间活生道具 啊 呃 呃 这几几人为什么突然背叛主人了 下次一定要找那个奸商问清楚 把身上的宝贝都消耗光了 才把他的能量耗尽 不对劲 一定是有人做了什么手脚 沈浩天 你的命还真大呀 这样都没把你弄死 不过至少把你的装备给打光了 现在就让我们来一场 公平的对决吧 沈浅 拿着沈浩天的宝贝来杀沈浩天 我原以为会很高兴 才真的这么错了 我才发现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沈浩天 我现在只想被你打死 我就打死你 怎么停了 没能量了吗 你别忘了 这是我的东西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它有多少能量 现在 该给我了 不错 没电了 小泉 终于可以 新手揍你了 果然 还是用拳头最解气 神 浅 往前杀招 如果你没有受伤 没有经受连番战斗 继续精神完备 或许还可以和我打一打 现在 还不行 沈浩天 我问你 当初你落魄之时 我有没有欺负你 是不是给了你二十万让你生活 后来你废柴逆袭 我落魄了 你又是如何对待我的 派人来羞辱我 落井下石 这一群是打你不知感恩 好歹是你同父的兄长 你却遇至我于死地 这一群是打你不见兄长 为什么 我明明是炼体三重的武者 你用通过和异世界 商人交易获得的稻草人 进行了千百次的实战队列 群体权和虎啸权 无论是炼法还是打法 都已经圆满了 整合了整个燕北的地下金融势力 本来是一件好事 却拿着股力量来开借贷公司 我还是打不过他 你风糟糕在上的样子 你以为你赢定了吗 这一群是打你不守底线 老头子叫我回来 只是想利用我来警告你 想当沈家继承人 要有底线 可以爱钱 却不能贪不义之财 这一群是打你不知悔改 我不但不悔改 还借助一世间宝贝师父陷害我 如果我不是学会了无相神功 易容成老头子 就被你成功了 但是老头子却还是死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躲过了无数仇家的暗算 却躲不过自己亲生儿子的被刺吧 原来他还是死了嘛 死得好 那个处处了种 浅浪血无情的老家伙 早该死了 是啊 老头子算不上老人 我也烦他 如果你是揍了他一顿 我都拍掌叫好 但你竟然为了家产 行凶是负 是打你不当人子 打你十恶不赦 老头子 我为你报仇了 怎么突然感觉有些伤感 我什么时候也这么忧郁了 这和我的画风不搭呀 什么鬼 镜子 这什么玩意儿 莫非这就是那什么 诸天卫面交易系统 都这么厉害干嘛 这是想跑路 系统 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回答 检测到对方情绪为 畏惧 我长这么帅 他怕个篮子 回答 本系统与宿主连魂共生 他面对宿主 即面对本系统 你的意思是 他其实在怕你 回答 是的 这么牛皮 看来你虽然是本源 搞出来的山寨货 但至少也是 大佬级别的山寨货呀 本系统是世界本源 参考异世界系统的 法则概念 于宿主的灵魂中诞生 并非单纯山寨 行了行 我知道 本源是你妈 我是你爸爸 你就是最牛的系统 我问你 这个铜镜 是不是就是 诸天卫面交易系统 之前问 你说没接触 不知道 现在算是接触了吧 回答 不完全是 死铜镜是 异世界租天卫面 交易系统的紫系统 仅具备完整系统的 部分功能 紫系统就紫系统吧 总比没有好 我要怎么做 才能使用这个紫系统 回答 宿主第一席 即可绑定任主 这岂不是说 我就要有两个系统了 左拥右拨 美滋滋 宿主绑定本系统后 已不可再绑定其他系统 本系统有垃圾回收功能 该铜镜被判定为可回收垃圾 由本系统将其回收 宿主可获得海量虚拟币 松城这鬼啊 竟然不能再使用其他系统了 宿主也可挤除 本系统的绑定 不过因为本系统原本就是 诞生于宿主灵魂之中 强行结绑 可能会造成宿主灵魂损伤 小克 以后我就叫你小克了 这样亲切 再给我一个真正的 珠天卫面交易系统 不 十个 我也不会换掉你 你是我儿子 做爹的哪有换掉自己儿子呢 小克 你说是吧 宿主可需要本系统回收铜镜 回收后 宿主可获得三千万虚拟币 三千万虚拟币 好诱人 但这就是一锤子买卖啊 这个铜镜要是还能发挥作用的话 能够创造的价值可远不止三千万虚拟币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这玩意被你回收以后就消失了吗 回答 是的 彻底消失 钱我很想要啊 但是就这么回收掉感觉很浪费啊 对了 这玩意别让滴血 也能绑定了用吧 能用吧 回答 是的 真好 那我找个信的过的人绑定 用它来赚钱养你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